我學了四十年多大,我學成差不多三十歲我才學, 因為我沒有什麼娛樂,我去運動, 剛剛遇到一個老朋友,他有時玩明春的,我跟他玩, 他就封住我的手都不能動,我這麼有興趣,不如你帶我去學, 他就帶我學,初時我當普通一種運動,隨便玩一下, 學了之後,由師傅解釋這些權利給我聽, 我知道那種權利這麼好的,我練了心機就去學, 每日學差不多五、六個小時之多,我終於學了三年紀, 最後我幫我試用手教人,就幫了三年紀,總共我學了七年, 之後我才出來自己那次教人,直到現在已經幾十年了。 詠春主要是否用手,而不多用腳呢? 詠春主要是腰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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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但那些人學詠春,多數學年兩、六年就出去了教育, 即是一個程度未讀,你到高中出去教書 讀完大學出去教書,有些讀完博士才出去教書, 根本的本身程度不同,所以他還沒學到的東西, 你以為目標是詠春的腳先,不壓抑 詠春是木影腳來的,現在暫時玩詠春的人很少玩到的 如果你學過詠春,我只看名大,可不可以學懂詠春呢? 是知道怎樣玩,不是叫懂詠春 就是你看詠春是給你參考的,就算我們參考書一樣 就是看電影哪個主角好不好,做得好不好,哪個導演手法好不好 你不懂的,你這樣看得出來 但是叫你去導演別人,叫你去做個演員,你就不能夠 所以那部書只可以參考,不能夠教你的 如果你錯了,那部演帶不會告訴你你錯哪裏 所以一定要經過別人去指點 請看,好嗎? 好嗎 再見 再見 … 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